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翻轉吧 拉開來 翻轉 嘖嘖開箱 那今天最後面一樣會有抽獎 我們今天的抽獎非常的大方 大家記得要看到最後面 然後同時開始C字幕 才不會錯過我們所有的介紹喔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嘖嘖的紀錄保持人 ALL OVER團隊的新產品 翻轉背包第二代 曾經募到過6900萬元的天價 然後他們這次推出的是翻轉背包的第二代 一口氣推出了三種顏色可以讓大家選擇 翻轉背包這個東西 它顧名思義就是翻轉了以後 會變成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型態 那他們這次推出的翻轉背包第二代 不只是可以讓你本來是背包 一轉過來就變成提帶之外 你看它現在的這個背包 它是屬於比較偏圓形的設計 可是一轉過來變成提帶的時候 就是一個方形的設計 所以它不只是在功能性上面做到翻轉 而是在整個造型上面 也一起做到翻轉 好翻一下給你們看好了 這是一個卡其色的後背包 然後我們把它轉 可以知道我是一個笨手笨腳的人 均綠色的提帶 酷吧 而且很漂亮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顏色 我覺得很好的是它的那個材質 讓你看起來會覺得它的質感蠻好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這個背帶 雖然是一樣的顏色 可是材質不太一樣 有的東西它所謂的有質感就是你近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特別看得出來它那個細 所謂的質感就是細節 然後你看到它這邊 為什麼有的拉鍊是綠色 有的拉鍊是黑色呢 這答案很簡單 就是凡是黑色的 它就是要讓你拉開來以後 翻轉變形 才是拉黑色的這一邊 我們從背包開始來裝 裝完以後我們翻過來看一下 轉換成提帶的形式以後 你裡面的東西 有哪些是還可以拿得到 哪些拿不到 首先的話 背包的最前面 這樣子打開以後 你從這邊可以看到它背包裡面的內容 包含了一個這個 有很可愛的橘色拉鍊的這個網袋 然後這邊裡面還有一個小的內袋 它是屬於比較淺的 它就可以讓你放一些證件啊 照片啊 或是一些怕弄丟的小東西 它這個空間基本上是蠻大的 應該是可以讓你裝很多東西 反過來到這邊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讓你裝筆電的 它這還有一個很潮的Logo在上面 因為它這個背包是比較大的Size的背包 所以你的筆電應該是15、6吋的 都還是可以裝進來沒有問題 我們先來放個電腦吧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的電腦是13吋的嘛 你看它13吋裝進來 還有這麼多空間 所以基本上你15、6吋的電腦也一定是沒問題的 就是它這個翻轉背包 這次第二代有兩種尺寸 像這個是大的尺寸 大尺寸的話 以電腦來說 它裡面就可以放15、6吋的電腦 小尺寸的包包裡面 就是可以放13吋的電腦 資料夾 應該也可以放在裡面 就這樣子 放進來 然後拉起來 好 那前面的話呢 有可能會選擇把 這種貴重的 放在暗袋裡頭 比較不容易被拿走 它這個就是很深嘛 所以你可以先拿一些 軟一點的東西鋪在下面 比如說像是這個 袋子 包包 行動電源感覺可以放在這裡 嗯 因為它這個比較淺 比較好拿 再來像眼鏡盒啊 這種東西一定會有的 如果你帶相機 相機可以放 然後小東西 放 其實它也可以裝好多東西 再一包零食好了 小時候我們今天要去澆油 放一包零食在裡面 好 先這樣子好不好 它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那我們先裝 關起來 然後再來 它旁邊有一個是水壺的 水壺的在這邊 它這邊有個釦子 本來是這樣子 它就可以比較服貼的收起來 那如果你的水壺比較胖 或是你要裝雨傘 或什麼之類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 把水壺裝進來 這樣子 稍微露出一點點 看起來是不是也很好看 我大概背一下 好 背起來大概是這樣 就是 比較大型的背包 因為我 其實算比較矮吧 要是我的話可能會選擇 比較小型的 反正背起來大概看起來是這樣 它前面其實有個胸扣 我只是覺得我目前這樣子 扣起來好像會有點好笑 但是可以扣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 它這邊有個卡片按帶在你的背帶上面 你可以把你的卡 這樣藏在裡面 這樣呢 你背著背包的時候 你要進捷運站出捷運站 你就不需要把背包整個拿下來 然後什麼裡面錢包拿出來 再逼卡 就直接從這邊把卡拿出來 刷 然後這樣 收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翻轉吧 就像剛剛說的 翻轉你就找到黑色的拉鍊 把它拉開來 翻轉 翻轉 翻轉了 然後你看喔 它這邊拉拉鍊的一個扣環 反正你就可以把它扣回到這個地方 這樣 這樣就比較整齊 跟剛剛的背包比起來 這是剛剛筆電的那個地方 後面的部分 這個是只有提帶才有的拉鍊 然後裡面也可以裝一些小東西 這個 綠色拉鍊 把它打開了 以後 這是我們剛剛裝在裡面的東西 就跟剛剛背包的地方是互通的 所以你一樣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裝在裡面的錢包 這在網袋裡頭 就這樣 剛剛背包裡面有一個水弧袋 然後還有一個是貼在背上的暗袋 那這兩個在翻過來的時候是找不到的 轉過來變成提帶以後 它是多了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邊有一個小的暗袋 也是一樣 可以讓你裝一些小東西 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的都是你在翻過來之前 翻過來之後都是可以互通都可以拿得到東西的 只是形態變得不一樣而已 提帶的形式 提著 這樣也好看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用手提的形式 對不對 那它的這個提帶呢 還可以讓它再拉長 把它改接到這邊 以後呢 這裡有一個D型的扣子 你要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 這個拿出來 然後把它改扣在這個地方 好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做法 這樣 那它就變成一個可以兼杯的提帶 那除了剛剛給大家看的那個 背包的是卡其色 然後提帶是均綠色以外 但是他們還特別推出了兩款不同的顏色給大家選擇 一款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是黑色的 打開來以後 裡面也是黑色 翻轉過來 也是黑色 所以呢這個顏色呢 基本上就是 你也可以說它安全牌 你也可以說它很潮 你也可以說它很潮 很像走在東區的那種人 全身都黑黑的 像我今天穿的一樣 然後又帶著一個黑色的包包 很多人喜歡穿黑色衣服 但他們講究的是 同樣看起來是黑色的衣服 可是 穿在不同的地方的選用的布料 它可能是不同的質感 那就可以讓你整個人身上 呈現出一些細節的質感的感覺 那像這個包包也是一樣 你看它的外面這個背帶的地方 它是選用的是這種比較滑的布料 摸起來是很好摸的 那轉過來變成這個提帶的時候 你又可以看到它是這種編織的紋路 摸起來是比較粗糙 然後也是很舒服的 可是看起來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第三個顏色非常的特別 我覺得這次他們的用色其實還蠻大膽的 推出的這一款是撞色款 那你可以看到它外面背包的顏色就非常的鮮亮 它是珊瑚紅的顏色 裡面我們來把它轉開來看一下裡面會是什麼顏色呢 答案就是 海軍藍 所以其實這兩個顏色的對比是非常的大 然後個性也很不一樣 我覺得蠻酷的 比如說你飛背包的時候 你可能走的是比較活潑運動的 提這個提帶的時候 你可能就變成是一個比較牙匹風格的 我們等一下來試看看 怎麼樣可以駕馭這幾個不一樣顏色的背包 怎麼穿搭比較好看 你們看到沒有 海軍藍很漂亮吧 然後順帶一提 它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有分大小尺寸 它就是屬於比較小的尺寸 所以如果你是女生或是身材比較矮小的人 你可能就可以選擇是比較小尺寸的 背在你的背上看起來會比較剛好 才不會顯得說好像你的包包很大 然後你整個人就是很矮 好那再來呢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你看到它這個背包的前面有兩條袋子有沒有 這可以讓你把它掛在行李箱的那個提把上面 你就可以把背包固定在行李箱上面跟你一起走 旅行的時候很好用 就是這樣子 弄下來 然後另外呢 這樣子 好看一下 這樣 所以綁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 再來呢它還有一個這個配件 如果你買多組的話它就會加送給你的 這叫做翻轉內袋 那這個看起來非常的神奇 到底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幾個它的使用方式給大家看 第一個是你可以把它 把它夾在你的背包的前面這邊 這個側邊有一個扣子對不對 內袋這邊也有一個扣子 先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以後 這個拉鍊這邊也有一個這個扣子 把它扣到這裡來 其他這些地方呢 把它原本上面的扣子解開 扣子解開以後 它裡面有兩個這個扣環嘛 所以你把它背包前面的這一條先撕起來 然後重新從這邊穿過來 然後呢 再把這邊扣起來 這樣扣起來 那底下的部分呢 就是這樣子 然後穿過這個以後 然後一樣是把它扣起來 這樣就多了這個翻轉內袋 好那你看這個翻轉的內袋裝上去以後 第一個就是你這邊也多了一個空間 可以裝東西的 這個地方 拉開以後 你看這裡有一層 然後兩層 反正這裡面可以裝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打開也打開 它本人為什麼叫翻轉內袋 就是它顧名思義 它應該也可以翻轉 所以你這樣子打開以後 原來是可以變成這樣 這好像那個漁夫背心 然後裡面就可以裝啊 你看 有一層兩層的網袋 然後另外這邊有 一二三四個口袋 這個不一樣大小 不一樣的深度 然後你就把它這樣子 拉起來以後 你可以直接整個把它丟進包包裡面 它就等於多一個東西 讓你可以裝好多 有的沒有的 這就是翻轉內袋的兩種作用 那現在來試幾種不同的造型 搭配不一樣顏色的翻轉背包 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樣搭配可能會比較match 我現在穿著黑色對不對 那我覺得黑色最適合搭配的當然 就是黑色包包 就是很多人都這樣子搭配 你整個穿起來就會有一種酷的感覺 這樣有駭客任務的感覺嗎 裡面裝一些槍 這樣子拿著 那如果說你是翻轉過來的話 就是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 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這樣 這樣會不會太大 你覺得 因為我外套是長外套 所以其實看起來還好 如果你的外套是短外套的話 可能你背太大了 你個人太矮的話 就會不見得是很適合 目前來講這樣的話是可以的 其實你穿黑色的話 你說對啊 藍色帶子也可以 然後綠色帶子也可以 我覺得都會不錯 說不定他配這個粉紅色的 就是有一種 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很怕身上沒有亮 那如果這樣弄上去以後 保證大家走在路上都在看你的背包 但我不能保證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黑色他本身是一個彩度跟亮度 可能都可以很高的顏色 所以他搭配到這種顏色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反而 不見得會很不協調 再來的話 換個外套 基本上三色的話 我覺得最適合搭配的當然就是 比如說軍品 就是軍綠色或是卡其色的衣服 卡其色就配它的替代 軍綠色的話就配這個 都會很搭 然後你裡面可以也穿那種 比如說大地色系的衣服 看 很適合吧 就這樣 你如果買這個顏色的話 最安全的 也最好看的搭配就是這樣 然後底下你可以穿個 Timberland 或是什麼之類 就會整個搭配到不行 這個的話 它如果是翻過來 應該也會非常適合 你看 這樣也可以 就綠色 就直接整個綠色到 那如果你怕會很混的話 你就可以穿一些 就像剛剛說卡其色或大地色系的衣服 然後來搭配它 讚吧 好那最後呢 其實像這種 比較用色大膽的顏色 然後又是比較亮的顏色 最好的搭配方法就是 你也穿一件比較亮的衣服 再配上去就會 看起來比較和諧 重點不在於配色 重點在於 亮的就是跟亮的在一起 暗的就是跟暗的在一起 這樣看起來就會是和諧的 這樣你懂嗎 好我現在背給大家看 因為它這是一件亮的顏色 它上面還有亮橘色 有亮藍色 那你再去背這個包包的話 看起來就會是比較對的 這樣子 這樣就不會覺得 你整個包包好像很突兀 在你的身上 像現在韓國的流行 他們都專門出那種 什麼螢光色 很亮色的那種 寬版的T恤或什麼 去搭配這個包包也會非常適合 我個人是170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對於170 或是以下的人來講 如果你東西沒有要裝很多 你可以選擇就是比較小尺寸的包包 整個背起來會比較對 不然的話怕就是會太大 看起來就是很笨重 那今天就是跟這個翻轉背包玩了非常久 我們不但測試了配色 測試了各式各樣的配件 各式各樣的翻轉的方法 跟收納的方式 然後還有像是可以綁在行李箱 或什麼其他這種 拿著它走在路上的方法 其實它真的是有蠻多不同的變化 它算是一個可以拿給大家炫耀的東西 就是你在你朋友面前 這樣把它變來變去 大家就會說這是什麼東西啊 你就可以開始一一跟他們介紹 其實很多細節我都覺得它做到蠻用心的 包含我剛剛提到說 同樣是綠色 可能它上面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材質 然後包含了扣環 然後包含像拉鍊上面的材質 然後它甚至也有 就是在很多細節上面都有附上它的小LOGO 你就會覺得很用心 在容量方面 我覺得它確實也可以讓你裝得下蠻多東西的 甚至要出去小旅行或什麼帶這個 我都覺得算是還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希望看完以後大家都有更了解這個 翻轉背包第二代 覺得更喜歡 我們會把它更多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它目前還在集資當中 大家可以把握機會 用最優惠的價格來擁有它 最後面就是我們大家眾所期待的抽獎時間 今天我們的廠商非常大方 他們表示如果你抽中的話 你可以任選其中一款顏色 不會隨機出貨 你只要喜歡什麼顏色 它就送你什麼顏色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 抽獎的規則就是跟以前一樣啦 就是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個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 嘖嘖開箱 隨意留言 或是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覺得哪個顏色你比較喜歡 這樣常常就知道 要送你什麼樣顏色的包包 那只要完成這兩個步驟 你就有機會可以獲得一個這個 all over推出的翻轉背包第二代囉 那今天看到就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阿送到你 超小的 偶爾在等的時候 我就很想要唱歌給你那個簡潔實聽 讓它造成困擾 南部很多那種路邊有投幣的那個卡拉OK 然後看過那種很老的阿嬤 跑去點那種沾亞文的歌 然後我想說那個阿嬤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